本节目由这一刻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OPPO 29S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明星大侦探第二季独家冠名商 这一刻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OPPO R9S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线索千丝万缕 飘柔一瞬到底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飘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为引擎润滑让案情明察 感谢本节目合作伙伴雪佛龙金富力润滑油的大力支持 周五十二点会员抢先看明星大侦探第二季 加入芒果TV会员给脑力充值吧 本节目一共六位明星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 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三种身份 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 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 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 每位玩家将获得一根金条 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 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 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 侦探若两次都投对则可额外获得一根金条 其余玩家学归还金条 我们家主人死得好惨哦 倒下的书架其中有一部分正好是压在死者脑 凶手是拿衣服包着这个 打到他的后脑部 然后人已经死了 又造成了一个书柜 打下来的假象 原来以为你只是个小骗子 我没有看见这个大人熏手 哪边我 由于今天外面风雪太大 干下的路全部封死了 我们就只能今天晚上在这暂时过夜 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 我们把他绑在他的床上 你们以为这个事都这么晚了吗 厉害ED 并不停 别再撒了 把他嘴巴捂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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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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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死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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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